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妈妈织毛线织了很多年 为何却织不成一件真正的毛衣 失去了最后一个依靠 她究竟该如何生活下去 一个特殊的孩子群体 他们生活在一起 有没有规章秩序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代理妈妈 2013年8月份 在河南省郑州市闹市区 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孩子的手腕被拴着 被一个成年人拉着走路 失掉了自由的孩子又哭又闹 大家都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成年人叫张松赤 孩子叫小杏花 2013年年底 河南省郑州市从事多动症儿童教育的张灵灵老师 把被拴着胳膊的小杏花领了回去 对小杏花进行了系统的多动症康复训练 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他们家里的环境实际上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如果说孩子现在恢复到这个状态 那种怀疑如果还不改变的话 实际上孩子他有可能还是会老象成 小杏花的家庭状况很糟糕 妈妈疯了 爸爸脑子也不聪明 奶奶上了年纪 倒是有一个姐姐对她很照顾 但是姐姐不仅身体不发育 而且有心脏病 在杏花的那个潜意识里面 让我感觉的话 她可能把姐姐已经当了她妈妈的那个概念了 因为只有姐姐才是最关心她 就是干什么事会把她先想在前面呢 老师带着她回家探亲 想到他们家惨不忍睹的状况 还专门为他们购置了棉被床铺和电视 小杏花的妈妈住的那间房子臭气熏天 禁不了人 几位老师准备过去帮她打扫一下 不过这惹火了小杏花的妈妈 老师只好把小木花和爸爸住的房子打扫了一下 把窗户钉上塑料纸 因为没有门又给他们钉了一张棉门帘 好挡住门外呼啸的北风 这个家庭啊 看上去是老的老 小的小 病的病 风的风 真可谓是极世间之不幸于一身呢 这小杏花被救助之后 完全不是以前那个脏兮兮的样子了 她的全身上下是焕然一新 卫生习惯呢 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每次小杏花回家探亲 姐姐小木花呢 就会不停的抹眼泪 大家都在猜啊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啊 姐姐呢 不光是姐姐 长女如母 她可能还承担了妈妈的那份责任吧 一方面呢 是不舍得 一方面呢 也是为小杏花高兴 还有一方面 看到小杏花这么幸福了 人生有着落了 她开始为自己的命运 发愁 大家猜到了小木花的心思 就惦记着她的病 联系了一家心脏病专科医院的专家 这名专家呢 愿意免费为小木花做手术 这本来是一件 非常令人高兴的好事 可是 当大家去找小木花的时候 却发现 这个手术 根本就做不了了 上午十点多钟 两位老师 兴冲冲的去取小木花 先前的病例 当时我们还特别的 那种心情特别的激动 就想了 哎呀 她姐姐要是有救的话 心花就很有希望了 谁知道 就是我们到她家以后 就错了就错了 一上一上午的那个时间 小木花家的院子里挤了很多人 老师叫了几声 没人应声 小木花的爸爸也不在家 在场的人表情都很凝重 说小木花已经过世两个小时了 因为她是那个现天气的心脏病 环境一冷 天气一冷 然后可能再加上 其实她们家的条件状况 吃了硬的 各方面也跟不上以后 真的很不幸 然后她现在已经离开了 小木花过世了 妈妈不着家了 爸爸离家出走了 奶奶被叔叔接走了 家里再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整个家彻底散了 过年了要回家是吧 家里还有都有谁啊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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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哦 几口人啊 四口人 是 小星花不知道家里的变故 不知道她已经没有家了 张云丽老师的妈妈叫张霞 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她看着未安世事的小星花 无比难受 我可当时我没跟她说她见过这 因为她有优秀的心理 你不能把她知道这些什么 那行吧 以后你该扣吧 因为我叫妈妈 那好不好 她说好 那你叫妈妈 大叔的说妈妈 我叫了妈妈 但以后的这个就是叫妈妈 那我妈当时就说 干脆我们就受养心花了 因为 只有这样子 心花 她以后的路 才能就是 很健康啊 这样子 走下去 因为连她唯一一个 黑状 她的姐姐 现在都离开 都离开她 她回到那个家 听我们想想 我们都不敢想 她再回到那个家里面以后 她要怎么样去生活 小心花开口叫了妈妈 张妈妈决心 从今以后 把她当成自己的儿女 进行抚养 张妈妈认为 养一个孩子 不仅仅是让她吃饱穿暖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教育 张妈妈做这个收养决定的时候 没来得及和老伴商量 毕竟家里偏了一个孩子 偏了很多负担 这需要夫妻二人一起承担 老伴究竟是什么意见呢 小心花儿到了这个家庭以后 张妈妈首先教她讲究个人卫生 开始她很害怕洗澡 看到连棚头里的水喷射出来 她会习惯性地躲避 所以洗澡成了困难的问题 我给她放了 把盆这里放了一盆水 把那小盆就都放了一盆水 你看小鸭子里的水 把小鸭子也和小鸭子一起吻 通过那是洗澡 喝好非常成功 不哭了 碰到了 张妈妈判断她可能从小到大很少洗澡 对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会有本能的抵触情绪 小现在不让洗澡 不让洗头 不让洗脚 现在在张妈妈的细心呵护下 这些状况都消失了 那以前的是家庭环境给她造成的 实际上家庭昨天不是很好 没人管的 现在到这里 红角 那就要成了一种良好的时光 张妈妈收养了小杏花 跟着小杏花过来的 还有一条漏当的棉裤 是奶奶亲手缝制的 张妈妈看着特别心酸 她仔细地把奶奶的心意收好 那也是奶奶的心底 我还给她放好 让她长大以后 看一看 奶奶对你是很关爱的 是不是 小杏花的妈妈呀 是不停地在织毛衣 她是织了拆拆了织 来来去去多少年 也没织成过一件毛衣 小杏花呢 眼巴巴地等了很多年 也没有穿上一件 妈妈亲手织的毛衣 新妈妈听说的这件事 拿出多年数值高格的毛衣针 带着小杏花去商场 挑了很鲜亮的毛线 开始手不离线地织毛衣了 一周之后 从来没有穿过毛衣的小杏花 就穿上了新妈妈 连夜给她织出来的毛衣 那种感觉呀 真的是美滋滋的 她恨不得就连睡觉 都不舍得脱下来 小杏花身上的这件鲜艳的毛衣 就是张妈妈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织毛衣是个慢活 由于教学工作繁忙 张妈妈已经很久没织过毛衣了 因为我们青色工作也很忙的 是这样 我跟她之后 就是这样都是现实的 然后上我来家之后还不睡觉 台词睡了 因为终于要醒醒 然后她们睡了以后 就是给她之后 我又给我之前 之后两件 因为一件是 把我的一件后衣 之后两件 你很多年没有想到给你 张妈妈织好毛衣后 给小杏花试了试 挺合体的 她又担心毛衣有孔 往里钻风 她就把自己棉衣上的绒毛拆掉 缝在了小杏花的新毛衣上 毛衣脑吗 嗯 大山衰 那毛 嗯 这毛衣谁吃的呀 嗯 嗯 嗯 哦 你喜欢这毛衣吗 是 喜欢啊 我就给你个棉袄啊 就是带里的柔柔 我说把我把我的棉袄吃了 它拆了以后 把我的棉袄里的柔柔 给它 那就是装它 这个的毛衣 它是自己的 那毛衣小 从到它在毛衣上 在封了以后 这样就进了一下 我又好看 学画出来 我很高兴 张妈妈家里 寄养了五六个孩子 他们都是一些特殊的孩子 有的孩子患有自闭症 有的孩子患有多动症 有的孩子是脑瘫儿童 家长忙于生计 对孩子照顾不过来 就寄养在这儿 有好几个毛 又无论 因为在家里 家长不过忙 有的时间带 所以说就托到我们家 带了好几个 吃饭的时候 我他们几个 都想着吃 一颗的意思 心里面前还很高兴 张妈妈负责孩子的日常教育 老伴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 孩子们各有各的特殊情况 但是都懂得遵守 这个集体的规章秩序 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摘摘菜 有时候洗的话 水果可以小一点 拿个洗菜 主要是在咱们家 如果是 打算那个生活质力方面 我教人 我社会以后 最起码自己会干得上 这样对他 常常的发展都有好处 对于这些孩子的教育 是需要花费一些心思的 首先 着眼于培养生活自理的能力 让他们不断的强化训练 培养正常的生活习惯 哎呀 好感觉了 以我说真的 比正常小孩 有多费 好 好多的心思 明晚上 你看吧 每天洗脚 看的时候都不会洗脚 就是洗脸啊 洗脚来 都是我们自己 给他安得得上 其次 张妈妈还得教会孩子躲避风险 学会怎样乘坐公共汽车 怎样购买自己需要的食物 怎样和周围的人打交道 让孩子适应社会生活 小兴花的言语举止 也跟着有很大的变化 最明显就是现在 我们那种需求性语言 就是他想干什么 那种 他能够想干什么 就完全不需要 把他去教的时候 我要吃饭 我要睡觉 我要喝水 只要有需求 就能主动地去邀请你 回到家里 张妈妈也会科学地安排这些孩子学习锻炼 吃完饭 几个小朋友搬着小板凳坐一排 然后大家开始轮流做班长 学习巩固手指操 有的孩子一周被接走一次 有的孩子一个月被接走一次 感到有的周末 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了 只有小杏花留在这儿 所以张妈妈对小杏花尤其心疼 在这个新的家庭环境里 小杏花会继续巩固文明和秩序的行为习惯 正常学习文化知识 也会懂得序言之外的爱与被爱 小杏花的未来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所以呢 请伸出你我之手 让无数个像小杏花一样不幸的孩子变得幸运起来 我是习俊 明天见 四岁男孩突然重伤不治 两个同龄小伙伴 唯一知情人 四岁男孩因何受伤 又是谁将他藏起 线索有限 嫌疑人销声一计 警方能否抓到真凶 稍后到的观察为您播出 一念之差 雷川 她们继续